老师好 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您在课上讲了 说道分显像的和未显像的 就是道就是分有和无 那么无是什么都没有 还是只是未显像看不见呢 你的理解呢 你的理解 你对无的理解 因为你会问这个问题 你有你相当的理解 好 你就把你理解的对什么是无 那你的理解呢 我对无的理解就是 我认为无不是代表他中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是只是未显像的一种道 是人类所能察觉不到的 他回答的怎么样 对啊 对啊 他理解的蛮正确的啊 他这样问 我是觉得说他心中他有相当理解 只是还不肯定 还不是很清楚 不错啊 你读几年级 五年级 你看小五 你看哦 我们这样的民主幼苗 他们就能够体会 这是非常好 对 到这个五方面 五 道德经第一章就有讲 五为怎么样 天地之始 对 五 五是天地之始 有是 灵万物之母 对 所以那个五 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五啊 它是未显像而已 所以那个五才是最奥妙的 最奥妙的 我在讲道德经庙节里面都有介绍到 现在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最顶尖的科学家才来到接触到五的边缘 才在探讨这个五是什么 以前科学界认为 那个五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后来现在才发现 那个假设是错误的 那个假设是错误的 那是因为以前的科学检验不到 观察不到 测量不到 然后就把他认为 那个是没有 事实上不是这样 现在科学界 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界 天文界方面的 现在才来到 接触到五的物理 才发现这个五太奥妙了 这一张课程你们有没有学过 有 非常好 你们 我觉得你们消化能力 吸收能力都比我强 你们领悟力比我高 不错 很好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观念 他刚才问了这个问题 大家要深度去体会 来 我们要深度去体会 因为很多人会把 认为说我们眼睛看到的 眼见为凭 然后我亲耳所亲到的才算 但是要知道 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片段 一个狭窄的那个光的光谱的片段而已 还有很多 这个光谱 它还有很大的范围 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 就只有一个狭窄的范围而已 其他的在这个范围之外 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 眼睛看不到的 很多人就把它否定掉了 包括我们耳朵 我们能够听的声音的范围 那个音频的范围 也是一样 只是一个狭窄的一段而已 整个大自然 整个宇宙的那个音频的范围 它是更广的 很多我们耳朵器官 看不到 听不到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听不到 我们就把它 把那个世界都否定掉 不要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否定掉 来 我们现在用个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狗 那个狗的鼻子 它们比人类怎么样 比人类更灵敏 它们能够闻到的 那个味道范围 比人类更广更深 像我们常常进出海关 海关就是出国 或是到哪里 你要搭飞机 都会有经过海关 然后我们行李检查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有那些狗 军犬也有 反正都会有一些 特殊训练的狗 它们都会来闻 你如果里面有 它们所禁止的东西 它很快它就可以闻出来 比如说要找毒品 一样 那些狗 它们都很嗅觉 很灵敏的 或是要找 有没有带什么 违禁品进来 那些狗 如果它们有 经过训练之后 它们很灵敏 都可以找出来 但如果让人类来闻 你闻得出来吗 闻不出来 所以就是狗的那个嗅觉 比人类灵敏很多 还有 狗 包括猫 狗 它们夜间 它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 它们奔跑 都不会撞到东西 天 月色 就算月亮没有出来 天很暗的时候 它们一样可以奔跑 也就是它们的眼睛的构造 就比人类更维系 它们具有那个夜视的功能 我们要了解 人 我们有我们的优点 但是我们的感官 所看到的是一个片段 不要因为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把它那些都否定掉 就好像空武 空武里面是很奥妙的 它充满巨大的能源 充满的创造的例子 人当我们越懂之后 我们就会怎么样 越懂得谦虚 倒睡越成熟 就会越怎么样 弯腰低头 你真正越懂 你就会越谦虚 就会知道我们不懂的 其实上 事实上是很多很多 人真的 你越认真学习 你就会越谦虚 一个人很傲慢 很自负 那是因为他懂得很少 好体会 你真的越懂 你就会越谦虚 所以《道德经》里面 一样有一章 知道不知道才是怎么样 对 很好 好 今天就跟大家互动到这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